这约会之后的下一步该干什么呢 好 我今天毫不夸张的说一下 学完了这一招啊 要是女方没跟你回家 那她今晚也睡不着了 首先呢 你要学会摆脱约会三反腐 吃饭 逛街 看电影 这些常规的约会手段 只会让女生觉得你超级无趣又无聊 甚至你约到一半呢 都想直接走人了 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它不一样了 吃饭逛街这种事情啊 和她闺蜜或者是前男友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 而你想在一次约会的时候 你想拿捏住她 你要给她提供别人给不了的那种情绪价值 比如说互动性强的项目啊 一起做一下手工逃衣啊 一起去订做一枚戒指啊 或者是项链什么的 又或者说和女生一起运动 不仅可以展现你的运动天赋 而且女生类的时候 她对你的依赖还是会提升的 这个时候呢 你不经意一个小关心小举动 你就会被她放大 特别是啊 有一点难事你要注意啊 就是这么亲密互动的距离 你要是嘴巴里面有那种很难闻的异味的话 这个对你的印象分是大打折扣了 你要是嘴巴里面香香的 能够容易让它产生对你的依赖 那你就需要这个接吻神器了 它是什么呀 它是一种液体质地的 它不单单能够以香盖臭 清新的喷雾能够渗透口腔的各个角落里面 可以让你说话的时候的带着一股淡淡的薄荷清香 相信我 你喷完它之后 这种淡淡的清香 从舌尖上传过来 凉凉的感觉 在嗅觉和味觉的刺激下 一定能够让你这个女生吸引到 而且像这种味道 哪个女孩子会不喜欢呢 是吧 赶紧去试试吧